一条繁忙的初上高速公路 两起看似毫不关联的事 十二次失控的飞跃 究竟是天降横货 还是必然的巧合 万分之一的可能 天网暗幕即将播出 屈胜高速公路 是连接屈镜和盛镜关的一条高速公路 也是云南省第一条初省高速公路 由于连接云桂梁省的特殊并位置 屈胜高速公路 每天都要承载数以万计的车流 吞吐着往来跨省的车辆 这条高速公路 原来设计的流量是两万多 高峰时候最大的流量 我们达到十一万辆 2015年10月5日 就在这络绎不绝的车流中 一场不可思议的惨剧 悄然发生 我进的时候 送一个发票送给一个客服 在红果 然后送完了 大概到了五六点 我就返回了 叶群市区竟是一家机床厂的销售员 这天傍晚 他驾驶着自己的汽车 警区盛高速公路 返回昆明 行车道上都是很顺畅的嘛 没有看到什么有别的东西 几个小时的独自驾驶 叶群微微感到有些倦意 驶过复原收费站不一会儿 叶群突然一个激励 在他视线右前方的不远处 出现了一块红色的反光雾 看到他前面有几个三角牌 摆放三角警示牌的是 刘强和同行的亲戚 而刘强是一家工厂的老板 为了节省开支 刘强经常自己开车送货 几个小时前 他驾驶着一辆汤炸式货车 进入了驱盛高速公路 从货阳拉火到潘子花 来到复原过去几公里的地方 银河汽片就烧了走不动 货车无法继续行驶 无奈之下刘强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位 并对故障位置进行检查 我们知道这不动就是银河汽片坏了 因为我们开了多少年也知道 因为那几点也不能动 银河汽片必须要换 这个故障 刘强和同行的亲戚都无法修好 于是他们打电话给附近的汽修公司 范云是复原102国道旁 一家汽修公司的修理工 平时店里生意冷清 为了扩大生意规模 他想到了一个点子 在外面没不开这些机械化 后来我们就自己想了一个班 就是把这个机械化搞到路上其中 所以我们这才叫移动机械 修理工驾车到达故障地点 对故障车辆进行现场维修 就是范云说的移动起修 而临近的驱盛高速公路 自然就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简单的交接过后 刘翔和同行的亲戚将三角警示牌摆放在货车后方 然而失智路段高峰起 行车道上呼啸而过的车辆 让范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为了去保安全 又将随身携带的两个锥形桶 摆放在了三角警示牌的后方 随后便开始对车辆进行检查 静情显示 在距离驱盛高速路 复原收费站五公里左右的地方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根据报案人行扉的描述 他的汽车被不明物体击穿了前挡风玻璃 坐在副驾驶的妻子被击中了头部 生命垂危 他的妻子伤势很重 右眼球已经被打爆了 而且颅骨胜損 能看到老花在跳动 究竟是什么东西砸上了妻子 行扉根本说不上来 除了一声闷响以外 他一无所知 回忆不起了 当时也没看 也来不及看 事情发生太突然了 接到这个报警以后 感觉到这个事情有点蹊跷 此时 伤者已经被送往临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事态景气 驱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驱盛高速路交巡警大队 立刻兵分两路 火速出发 一个组呢 就是到医院前 这个了解这个伤情 另外一个组呢 就是赶步现场 在现场进行勘察 与警方想象截然相反的事 事故现场简单的有些出人意料 只有一辆事故车辆在现场 奇迹的什么东西没有 当时就在车周围 寻找证据 报案人行非驾驶的 就是这台棕色的大众旅行版轿车 警方发现 车辆副驾驶座椅前方的挡风玻璃被击穿 形成了一个不规则形状的洞口 长了嘛 大约有20公分左右 宽呢 也是大约有10来公分 在车辆引擎盖上 靠近挡风玻璃的地方 警方还发现了一条白色的刮擦痕迹 这条刮痕和洞口 形成了一条连续的运动轨迹 它是先击中这个引擎盖以后 又往上弹 又击穿这个挡风玻璃 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力 民警猜测 事故很有可能是飞溅的石块造成的 然而洞口的大小 远远超出了警方的预想 肯定是有疑问了 想着是什么东西打进来 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大的 小东西呢 它也挤不穿 应该是还是带着一定的速度 带着一定的动能 通过初步检查 车辆除了挡风玻璃破损以外 其余的窗户全部绑好 民警推测 如果物体是飞入车内砸上了乘客 那么这个物体此时一定就在车内 大家感觉 我们拿手电筒在车里面找四处找 驾驶座位 副驾驶座位 后排座 都看了没有什么东西 车内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外 没有任何可疑的物品 造成这起事物的元凶究竟是什么 就在所有民警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细微的痕迹 给焦灼的局面带来了一丝希望 10月5日晚上 叶群驾车返回昆明 在刚刚开过复原收费站时 路边红色的三角警示牌一闪而过 近接着 叶群看到一辆货车 停靠在应急车斗 然后我的车子就一下子前轮 右前轮就很下 叶群的车瞬间失控 虽然他勉强稳住了汽车 停在了应急车道内 但是他仍然惊魂未必 我把我吓得真的 我满身都是汗了 方向满挡不住的话 我的车就要跑到山下去了 停下来 我就检查一下车 结果这个车的前轮就炸掉了 虽然汽车的其他部位完好 但是右前轮已经彻底爆胎 就连轮毂的钢圈都被扎破了 如此严重的爆胎 叶群从来没有遭遇过 轮胎究竟碾压到了什么 叶群在汽车周围什么都没有找到 我心里这个肯定是 是什么硬物 不是说比较软的东西 一个是硬的东西 在叶群前方不远处 有一辆苍炸式货车 此时此刻 叶群并不知道 在他对面的车道 行飞同样惊魂未必 行飞一边打电话报警 一边挥手拦车 准备将奄奄一息的妻子 送到医院去 脑子都是都是懵的 也不知道该忙什么 人在那边是昏迷不醒的 头上的伤口很大 看他那个样子当时歪举 他等不到你 就不再来 由于伤势过重 心飞的妻子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必须要转远到昆明 进行抢救 与此同时 事故车辆的现场勘查 已经展开了 首要的任务呢 就必须要确定这个 是什么物体 然后物体是从哪里来的 对车内进行一番搜索后 警方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但是车内顶旁上 一条红色的血迹 却吸引了明显的注意 顶旁上的一个刮擦的一个长 大概有20来公分 这么长的一个擦痕 通过仔细辨认 民警发现 红色的痕迹并不是血迹 而是红色的油漆 警方推测 这条刮擦痕 应该是不明物体 在击打了受害人头部后 又弹起所造成的 那就感觉到奇怪了 因为他的顶旁上 刮的痕迹 肯定会落在后面 顺着顶旁擦痕的方向看去 在车辆后座椅和后玻璃的夹放中 民警终于有了发现 一块红色的千金顶底座 这个位置十分隐蔽 是警方唯一遗漏的一个角落 如果不仔细寻找 根本无法发现 千金顶的内轴已经不知去向了 只有底座遗留在车内 显然 这个千金顶并不是轿车上随车配备的 而是供货车使用的大型千金顶 经过几个小时的修理 范云给货车更换了新的离合器片 但是在他将变速箱装回原位置的时候 出了一点小问题 后来我觉得这个牙匠就是位置不到位 这个位置不到位可能就是美名的 那个姓不直 和我一起合合修推的那个人 那个合合人 他说 现在有千金顶没有 我说有 根据范云的经验 千金顶一般是用来更换轮胎使用的 并不适用于变速箱的装卸 顶一顶它是不会动的 你怎么顶它是不会动的 他说 他说没事 你可以什么事都可以试一下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范云将千金顶放置在货车的下方 准备进行一次尝试 根据现场勘察的痕迹分析 警方已经能够大致还原事故发生时的情况 千金顶在击中了发动机盖后 沿着机盖顶部向前挡风玻璃飞去 留下了第一处刮擦痕迹 随后穿透了前挡方玻璃 在击打了副驾驶乘客的头部后 又向上弹起 在车辆的顶旁形成第二处刮踏痕迹 随后掉入座椅后方的缝隙 它千金顶的重量应该有个六公斤左右 除了这枚千金顶以外 在车辆周围 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碰撞所遗留下的碎片 地面上也没有任何可疑的碾压痕迹 这个千金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究竟是一起意外事故 还是人有意为之 通过初步分析研判 警方形成了几种猜测 有可能是人为了投资 但是我们分析了一下 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这个如果车停着 可能这么重的一个千金顶 要投资过来 那个都很可能 不要说车辆高速行驶 警方很快排除了 投资千金顶蓄意伤人的可能性 但是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 有一座横跨桥 有的民警提出 会不会是有人站在桥上 高空坠雾 或者千金顶意外掉落造成的呢 回头一想 那个千金顶继续掉下来 也不可能这样飞入车辆 因为它那个自由落体 跟那个一个方向飞过来的 肯定不一样了 如果是垂直掉落 发动机盖上的第一个落点 应该是一个明显的坑状痕迹 但是基盖上只有明显的刮擦痕迹 警方判断 千金顶向下运动的力并不大 也就是说 千金顶不可能是从高处坠落下来的 高空坠雾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那么千金顶会不会是从前方行驶车辆的后备箱中 不慎掉落出来 砸中了行飞驾驶的汽车呢 民警认为 如果是这种情况 驾驶员行飞在案发时 不可能毫无察觉 面对眼下毫无线索的局面 案发时的每一个细节 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行飞是不是忽略了什么 由于现场勘察收获甚微 警方不得不对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做出全面的推测 在排除了高空坠雾和蓄意投掷的可能性后 仅剩的两种可能是 前车不慎掉落 或者前方车辆碾压 这个重达六公斤的大型千金顶 究竟从何而来 于身在医院的行飞取得联系后 行飞的反馈 却让警方陷入了更大的困惑之中 会不会是你前方的车辆掉下来 当时在那个地方 你发现你前面的车距离你有多远 他就跟我们反馈了 就是没有前方的很远的地方都没有车 既然兴飞在驾驶时 前方没有车辆 就说明事故不可能是前方车辆造成的 此前 兴飞只遗漏了一点 没有向警方反应 由于车速太快 他在事发后 又继续向前行驶了四五百米 才将车停下来 从撞击点了 到最后停车这个地方了 实际上已经有五百多米了 根据这一情况 警方从事故车辆停靠的位置 向反方向继续搜索 试图寻找到撞击发生的位置 在行飞发生事故的另一侧车道上 叶群刚刚经历了一次危险的爆胎 下车后 他还心有余悸 在他路过大货车的时候 他看到了三角警示牌一类的东西 他向大货车走去 寻找爆胎的原因 此时货车司机刘强和修理工范云 正在对车辆进行检修 这个大车在修 我问他 我说 奇怪 我这个车子怎么炸掉了 是不是你们前面放了什么东西了 放到行车道上去了 结果他们说 这个我们没有放什么东西 火车旁边的地面上乱七八糟的散落着修理工具 这引起了叶群更大的怀疑 最大的怀疑就是他们 所以说这一块我就当初去的时候 我就很认真地问他 我说你这样的话 差点要了我的命了 我当初也是这样跟他们说 不过刘强和范云时刻否认 叶群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虽然心中多少有些误火 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叶群便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我就觉得我很倒霉 因为胎破了 最多这个胎换下去就行了 我说你们那个千金顶借我用一下 因为他们修车肯定有千金顶 结果他们说没有小的只有大的 在范云的帮助下 叶群换上备胎驾车离开 最后范云和刘强继续调整变速箱的位置 没想到叶群走了 警察来了 这辆蓝色的舱障式货车 引起了巡逻民警的注意 一方面由于他长时间占用应急车道 另外一方面是为事故寻找线索 这辆大货车所停靠的位置 在事故现场的对侧扯动 距离行飞停车的地方有五百多米 根据行飞反应的情况 货车对面很有可能这是撞击发生的位置 他们反正言辞上比较傻瘦 说的话就是让我们感到很可以 虽然这个货车维修现场很不规范 修理工具泛落不必 但是工具摆放的位置和行车道之间 还是有一定距离 在修理工泛云的工具箱里 警方找到了他随车携带的千斤点 而货车配备的千斤点就摆放在货车后方的地面上 千斤点是不是去车上的 这是我生活的车上的工具箱里 车上还有没有 没有 车上还有没有千斤点 没有 夜前两辆车的千斤点都在 关于对面车道的事故 范云和刘强也一再表示无辜 但是大货车停靠的位置就在撞击发生位置的正对面 警方心中的疑虑始终无法消除 我们就对这个大货车的周围扩大范围进行现场勘察 之后就发现在那个大货车停车的旁边 车道里面 积累四十公分左右 有那个离四千斤点跟地面撞击的坑塔 关于这个痕迹 范云和刘强认为 是夜群的车爆胎后留下的 此时夜群应该快到昆明了 晚上十点 刚进家门的夜群突然接到了交警的电话 让他更加难以想象的是 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事故 此时又卷入了另一场事故之中 他说我这个车子压到千斤顶了 是什么什么飞到对面去了 什么什么 上了一个车 我怎么就说换一个胎而已 当初心里也就觉得这个是怎么会发生 这是怎么会发生的 我心里还在打犹豫了 事故发生三个小时后 警方联系了已经回到家中的夜群 在夜群驾驶的白色越野车内 民警找到了暴胎后被换下的车轮 一看就是 明显有一个被一个硬的东西 给顶着把那个钢签 往上面有一个凹 凸起来的部分 再一看上面还有红色的漆片 粘在上面 民警立刻将事故现场发现的千斤顶和轮胎 送往鉴定中心进行确认 此时 在排除了种种可能性后 警方将锁碎的线索勾连起来 形成了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推测 案发当晚 夜群驾车驶过货车停靠的位置 碾压到摆放在路边的千斤顶 随后爆拍 而千斤顶在遭到碾压后 飞向对侧车道 击中了行飞驾驶的汽车 怎么会对面去的一个千斤顶 最后如果是压到的话 怎么飞过去的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这块我很疑惑 这个困扰所有人的疑问 在第二天上午 对现场进行二次勘查的时候 得到了解答 通过细致的寻找 从大货车靠近行车道处 40厘米左右的地方开始 警方在车道上陆陆续续 发现了12个坑状磕碰的痕迹 这12处痕迹 形成了一条连续的 不规则的运动轨迹 在靠近隔离带的 第11处痕迹附近 警方还发现了千斤顶 遗失的内肘 和油窝喷散的痕迹 这12处痕迹 也印证了警方的猜测 千斤顶在遭到碾压后 乘跳跃式向对侧车道飞去 在弹起了12次之后 与行非驾驶的汽车形成撞击 但是让警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千斤顶在第11次跳跃时 居然跨越了双向车道中间的 水泥隔离带 水泥中央隔离带 上宽20左右 下宽大约1米2左右 高大约80公分 这样的一个水泥中央风隔离带 然后水泥中央风隔离带上面 还有80公分高的 绿色的塑料的发旋膜板 也就是说 千斤顶的第11次跳跃 不光跃过了高达80厘米的隔离墩 还刚好从两片隔离带之间穿了过去 会有如此意外的巧合吗 这个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 也想不通 通过对轮胎上的红色附着物进行提取比对 技术人员确认 轮胎上残留的红色物质 与事故车辆中发现的千斤顶油漆为同一物质 这也就表明 造成夜群的车辆爆胎 砸破挡风玻璃 致使行非妻子受伤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红色的千斤顶 面对确凿的证据链 修车工范云向警方交代了 案发当晚一个重要的细节 原来范云的工具箱内本来有两个千斤顶 而当晚警方在他的工具箱内只找到了其中一个 由于害怕承担责任 范云当时向警方撒了火 我没有四个千斤顶 让那个火车辆用不到千斤顶 你才能有几个千斤顶 有一个啊 在将火车的变速箱装回原位置的过程中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范云决定使用千斤顶来协助安装 后来我试了之后 我看到没效果 没效果我就把那个千斤顶翻下来 把千斤顶松掉 松掉然后我就头撑进去看了 我还没伸进去 那个千斤顶就在堵住我的胸部 范云下意识随手推了一下千斤顶 发现仍然十分暗示 于是他将千斤顶推到了脚边 范云没有料到 这无意的一脚将千斤顶踢到了行车道内 范云更加无法预料的是 这无意的一脚竟然造成了两起事故 而最奇怪的点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应该说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开力的时间 然后这个车压上去 这个千斤顶有可能往任何方向飞 但是恰巧的就是把这个千斤顶恰巧压了 然后飞起来 越过中间中央的高速公路的中央隔离带 然后飞向对面 从砸中正好正巧的对向车道死来这个车 利益的这个方向以及事实 它是没有固定的 从砸乱上来说有 但是现实中不太多见 在梳理了事故发生的每一个环节后 区境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对本起事故的责任划分进行了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及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规定 认定 货车司机刘强和修理工范云 共同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碾压前几顶车辆的驾驶员叶群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其实从货车驾驶员和修理工两个角度来看 只要修理工避免了这一个行为 或者说货车驾驶员避免了就地修理这个行为 其实这个事故都不会发生 正因为两个行为共同最后造成的配复 所以他们两个的行为共同造成的这些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 驾驶员刘强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进行修车的行为 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而范云无意识地将千金顶登入行车道的行为 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这两种行为在千金顶被碾压的时刻发生了静和 共同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而对于碾压千金顶的驾驶员叶群来说 在看到三角静视牌后 没有采取减速避让的必要迫失 导致车辆高速碾压千金顶 同样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 然后看见警示标志和故障灯以后 他应该就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应该使到左侧的更安全的行车道内 这样这起事故就不会发生 所以他这个不采取措施的过程 应该说在这个事故当中 就是有这一点过错 所以认定他不是要说 这起事故写的教训 再次的进行我们广大的交通参与者 这个一定要紧急交通安全法规 安全文明出现 要做到不要违法的超车 违法停车 最终这个看似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 却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午夜时分 办公室内二十万现金不翼而飞 监控直播 无声的画面背后隐藏什么阴谋 精心策划 显意人如何小然隐身 满天过寒 一身本领 事出变脸绝火 也难逃天眼追踪 聪明反备聪明物 天望栏目近期播出